有一些年中的party活动特别多 不管是耶诞节或者是公司的尾牙 都少不了一些语性节目吧 我们要带你来看在日本推出了一些派对上的节目表演 而设计的商品跟服饰 有一些短时间就可以练好的马戏杂技教学服务 还有让人歌声变好的道具哦 带你来看看 很多人会在派对上做歌唱表演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歌声有信心 日本现在推出了一项秘密武器就是这个东西 它可以帮人锻炼歌喉哦 只要用嘴巴含住它吸气 然后用肚子的力量边吐气 边试着用力的发出声音 这样歌声自然就会变得清晰嘹亮 平常人的喉咙比较窄 这样发出来的声音自然会比较小声 不过含住这样东西后舌头会往前伸 这样喉道就会敞开变宽 发出比平常更洪亮的声音 掌握住这个发声诀窍 歌声自然就会变好了 日本现在还很流行一种马戏杂技速成班 由专业搞笑艺人担任讲师 只要短短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能让人学会折气球等各种魔术杂技表演 最热门的就是模仿制参剑搞笑 连转盘子这种杂技都能保证学会 在派对上表演肯定能炒热气氛 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 我们下表演肯定能炒章 这么敛